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大馬Sir 馬來勤 各位好 澳洲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紐世蘭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 和我家燦身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部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都算是突發 就是這個美國的麥亞蜜海灘 那裡就發生了一個豆渣臨漏事件 一棟十二層高的大廈 在當地時間的凌晨一點半 原本好好的突然一聲 凌晨了下來 這棟大廈就是位於 對正邁阿蜜海灘的一條街 叫做 8777 Collins Avenue 整棟大廈的名字就叫做 Chapland Tower 有130戶人 根據消息 一個兩房的住房 要賣成60至70萬美金 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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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海灘 現在看著Google Google map的圖案 對著海灘是一棟非常非常漂亮的樓宇 1980年代已經建好了 距離現在有40年 但是到1990年的時候 就公佈了一件事 它每年都會下沉的 1990年到現在 很久了 為何沒有人來 難道你拆了它 你不是沒有發現 其實是可以做其他工程補救的 我形容下這條視頻 如果大家 我想很多網友看過 在突然之間 突然想跌下來 你覺得很脆 好像什麼 突然之間整棟沒有了 會粉碎的 很誇張 很震撼的場面 亦都很可怕 是啊 現在那邊那些 警長等等 都說根本沒辦法停止 救不了很多人 因為深夜所發生 所以現在大約有100人失蹤 找到的有6個人 而在裏面的甚至住 其實裏面住的人都是比較有錢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例如有一個前副市長 在附近那些其他郡的副市長 都是在那裡住的 他在那裡說 現在爛成這樣 我現在等待救援 這樣說 在他的手機說 遊行暫時找回35個生還者 但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是多少人走了 好像是3個人 暫時是3至6個 找到的有6個 真是深算 聽到 想不到 一個這麼漂亮的 海景的 真是叫海景房 居然 大廈倒塌仔 傾黑之間就這樣沒有了 而且他那個 可以見到這個其實是一級房屋 但都會變成這樣 這件事是出乎預料的 那他現在那個州長呢 就準備要去選總統 那個州長呢 就宣告進入這個緊急狀態的 DeSantis 是 敵桑底絲 沒錯了 德國一個月就要敵桑底絲 那就宣告進入緊急狀態 拜登也都說了一句話 就說你有什麼幫 咳嗽啦 我們會幫你的 這樣說 那當然是這樣說的 因為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到的了 這件事 是州負責的了 緊急坦測器 而且 而且我相信之後撿手尾呢 我知道的撿手尾是 之後可能要研查附近的大廈了 會不會呢 會 但是會不會 查而已 不代表會做事的嘛 是吧 加上冠 你也要吧 是吧 這個要給一些結構了 不同建築 不同建築又不同結構的 不過看你了 那裡這一塊是倒了 我們看到的畫面 它其實就是 倒了一部分而已 就不是 就是另一 貼著那一塊 相信 都 看怕都是危險的了 哈哈 想住嗎 現在很多人就被搬了出去 另一個地方安居 但是 還敢住嗎 大哥 是啊 但是怎樣去賠呢 到時再算了 這些就 但是保險有什麼 得不賠都是成問題 大家都知道保險公司是很壞的 他們會有很多藉口 這些 喂 你好像沒有買 塌樓 塌樓保險不算的 這樣說 又不是地震 塌樓而已 這樣你就吹脹了 就是等於舉個例子 在加拿大 托茲多倫多買屋 你如果是地下水滲上來 保險會賠 但是如果你是 外面這個洪水侵入來 就沒得賠 你問政府賠 是很討人的 那你要看一下你的條文 那我希望他們會有 當然了 那現在呢 它裡面有幾個 它那些住客裡面有幾個住客 是很特別的 是 首先我們說說有幾個國籍的住客 九個 九個阿根廷人 六個巴拉圭人 四個委內瑞拉人 三個烏拉圭人 這個是根據他們的登記 就是有些人登記賊 而在這個巴拉圭人裡面呢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人 巴拉圭外交部長證實 巴拉圭總統夫人的妹妹 蘇菲亞 薄雷拉 和他的丈夫 露易斯 佩騰吉 和他們三個子女 失蹤 五個人 是 他們拍了那張照片都很漂亮 真可憐 真可憐 哎呀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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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了 是正義的家屬 都不窮 應該是 其實那個地方是一個度假區 可以這麼說 一個混合 那一區是混合了新舊住宅 公寓酒店 大那些 那些高級豪華 住宅都有 以及有些餐館食肆是很多很多的 相信他們都是租那裡 可能Airbnb在那些地方住的不少 而且很明顯是 對這個國際多元化的遊客區 跟這個 麥亞蜜那些 就是很近 麥亞蜜 很近 麥亞蜜海灘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而且失蹤的另外一個 阿根廷著名的整形外科醫生 和他的partner 以及他們最新收養的六歲女子 小女兒啊 不是女子 小女兒 他們為什麼來買鴨蜜呢 是為了打十九針 來這裡要打 一支新冠針所以過來而已 另外還有一個是當地一家醫院的醫生 凌晨三點開始就沒有了消息 他和他的太太住在那裡的十樓 十樓 跌到地下 再由上面那幾層那些 雅力再壓下去 看來都是凶多吉祥的 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 現在剩下那些住客呢 就去了附近一個中心那裡住 那個中心就變成臨時的家庭團聚中心 等著他的朋友那些 可不可以接送 暫時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令到塔樓 但是證實的就是他們的屋頂一直都進行裝修 但是估計就沒有理由會因為這些小裝修 就是屋頂小裝修搞成這樣 東西都掉下來 大哥你來屋頂 就是了 屋頂小裝修沒有什麼理由的 那除非估計就是 有人將下面的那些主力牆那些弄倒了而已 那現在潛在的原因呢 可能是地基出了線 那是了 說大家聽過那些很多是拉丁裔的人 或者是失蹤的很多是拉丁裔的人 因為佛羅里達其實是很多拉丁裔的 美國人在那裡住的 也有很多人會說西班牙話的 就這樣看他那棟樓附近的環境都很美的 屬於高尚住宅區 根據當時一個人說 在附近住的一位63歲 叫做科恩的先生 他當初一聽到聽到以為是行雷聲 於是就 那時候他在睡覺聽到行雷聲 嘩這麼大聲的 立刻走到牢台 剛剛就是在他對面 不是就是他是在裡面那裡住 他在裡面住 突然間就看到很多雅力灰塵 那發覺去到他門口呢 剛剛好在他門口那裡倒下來 嚇他一跳 他真是很幸運 另外呢 有些人就 幸運就逃得出去 走到地面那時候的水 不斷噴水了已經 唯有走上去 等消防員救他們 根據很多人說 這幾年看到泳池那裡的路 出現了裂痕的了 什麼時候呢 就想是不是那裡開始呢 那有些人就唯有去 就是要休息 就唯有去附近那些房子那裡休息 現在震到附近那些都響了 響了啦 就是這麼大棟的房子 突然間倒下 還要半夜三間這樣倒下 那有一位阿哥叫做費特南 那這位阿哥一聽到這棟東西 有親戚去那裡 於是整天打電話 但是就沒有人收到 那麼 那麼多的笑 哎呀 那麼另外有一位呢 就說他那時候回到夜班 突然間聽到他老婆 不斷打電話給他 他一聽哇 心都嚇一跳 好幸好他老婆就沒事 就在幫附近的鄰居 他老太太 這麼說 好幸 幸好他回到夜班 說真的喔 是啊 是啊 這一次呢 估計 我們說過有 一百三十部 現在倒下了一半 剛剛好五十五 那麼現在其實佛羅里達州規定的 每一棟建築物呢 每隔四十年就要重新驗證一次 今年就剛剛好驗證 其實這棟樓呢 根據這棟樓的律師人去問到底是怎樣 那麼其實他們已經請了一個工程師的了 但是工程師未來已經倒下了 那麼現在就看他那個那張相 其實他和賣物海灘的那棟樓呢 是一階之隔 估計走五至五分鐘就已經到賣物海灘 即是可以是名勝的樓來的 這棟東西是 嗯 近海灘的地基是很難做的 各方面的 因為我們做的那些都是要抽水出來的 海灘的土土不土 不知道之前 前軸的東西他有沒有做得好 因為小弟也是有學過這些的 前軸的東西 就是之前他建的地基有沒有做得好呢 是不是 也沒有 是吧 真的不知道 看上去真的有一點點豆腐渣的感覺 因為真的整個豆腐這樣倒下來了 唉真是看到都心痛 折豆腐的最可怕是 是 唉 它是這麼多年了 實際上 40年了 之前照計 就應該有人檢查房子的結構 正常來說就應該會有人看著的 但是為什麼 過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人發現 有些潛在問題的呢 因為檢查房子的人是不是應該要問責呢 檢查了不做事的要問責 總之都是 總之都是有很大漏洞 說句老實話就是 是嗎 沒錯 希望那裡的人 可以再過得平平安安的一天 現在就已經搞成了 那些人 找回自己失聯了的親人 這件事都算是很震撼的 而且現在說它是距離這個 Ivanka Trump 就是太子女和她老公 灌名的一棟大廈 特朗普的女兒灌名的大廈 大約幾百米而已 那要檢查一下 看看他們有沒有 有些問題 地基有沒有事 這些很危險的 說不買的 突然間爬的聲音 你是不知道的 你看他 每個人睡了半夜三間就倒下來 半夜每個人在家睡著的 突然間就去了 你說多慘呢? 沒有人猜得到 這些真是天降橫禍 那就是那句 希望快點找回失聯的人 以及好好地 檢查好他們 每年降兩毫米 40年 30年 1990年代到現在 30年都降了不少了 是不是? 那 其實你90年代就已經發現 有沉降的跡象 既然一直都沒有認真去處理的話 就肯定有人失職的了 這方面 是的 沒錯 希望快點搞得怎麼樣 好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